感谢主 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广道系列 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广道系列 这个广道系列是期望预备大家的心 这个新的广道系列是期望预备大家的心 让我们带着一个洁净的心来迎接未来的赎罪日 让我们带着一个洁净的心来迎接我们接下来的赎罪日 赎罪日在整个《救约圣经》里面会被称为最大的日子 是以色列人最看重的日子 只有大祭司每年在赎罪日这个日子可以进入去私人座里面 就是自圣所 然后为全世界为以色列人来赎罪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但是神好奇妙赎罪日之后就是祝庞节 但是很奇妙赎罪日之后就是祝庞节 所以其实赎罪日的意义就是让我们洁净我们的心灵来到神的面前 当我们的罪被赎免被除去 当我们的罪被赎免被除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最大的欢乐庆祝祝庞节 我们就可以以一个最大的欢乐来庆祝朱鹏节 因为朱鹏节的意义就是神的障礙在人间 因为朱鹏节的意义就是神的障礙在人间 神要与祂的百姓就是我们同在 神要与祂的百姓就是我们同在 所以这个预备新的过程非常重要 所以预备新的过程非常重要 这个预备好了我们就可以迎接神的降临 预备好我们就可以迎接神的降临 那为什么去预备呢 那怎样去预备呢 首先就是我们在心灵里面 我们要有一个自节的过程 首先我们在心灵里面有一个自节的过程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在属序日之前有一段禁食的时间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属序日之前会有一段禁食的时间 其实就是要做一个更好的预备 其实就是要做一个更好的预备 不是只是行为上的预备 不是只是行为上的预备 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灵预备好去面见主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灵预备好去遇见我们的主 那要预备好我们的心 那要预备好我们的心 有些事情我们要注意的 有些事情我们要注意哦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港道系列的开启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讲道系列开启 就是防备法利塞人的酵 就是防备法利塞人的酵 这个也是耶稣给我们的教导 这也是耶稣给我们的教导 今天就是第一讲 今天就是第一讲 我的题目就是防备法利塞人老油条的酵 我的题目就是防备法利塞人老油条的酵 所以我们的同工就帮他弄了一条油炸鬼下去 所以我们的同工就帮我做了一个油条在上面 我们要防备法利塞人老油条的酵 我们要防备法利塞人老油条的酵 我们在工作上面 其实我们都会很怕 撞到一些老油条 我们在工作上面 都很害怕撞到老油条 对不对 因为这些老油条 你发现 你推它又推它不动 你会发现这些老油条 你推它也推不动 你逼它又逼它不来 你又逼不够它 它什么都好像懒懒闲 它什么都是懒懒的 我在电脑上面 就问了电脑 这个老油条的定义是什么呢 我问了电脑 老油条的定义是什么 我见之前 迪家他们常常都上电脑 问一下AI 我又学一下 我看迪家传道 他们常常都上电脑问AI 我也学学他们 原来老油条的定义是什么呢 老油条的定义是什么呢 是形容那些人很滑头 形容那些人很滑头 很圆滑 很圆滑 做事情自己认为 已经是家庭就熟了 做事情自己以为 嫁亲就熟 所以做什么 他都好像很不在乎 做什么都好像很不在乎 也都自己认为自己 月曆很丰富 也自己认为自己 阅历很丰富 所以做事情的态度 所以做事情的态度 消极退后 消极退后 远的又不瘦 硬的又不瘦 软硬都不吃 所以这些就是老油条 所以这些就是老油条 工作上我们很怕遇到老油条 在工作上面 我们很害怕遇到老油条 但是老油条 如果遇到一个精明的老板 又会怎么样呢 但是如果老油条 遇上一个精明的老板 会怎么样呢 这个老油条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这个老油条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信仰的路上面 都要小心提防 我们在信仰的路上 都要小心提防 不要不知不觉 自己都变成了 属灵的老油条 不要不知不觉 自己都变成了 属灵的老油条 我们好吗 先一起来祈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 圣灵求你帮助我们 拆去我们心里面的老油条 拆去我们心里面的老油条 圣灵你来占据我们的心 圣灵你来占据我们的心 不要让我们对信仰麻木 不要让我们对信仰麻木 主要我们要打破 这个老油条的权势 主要我们要打破 这个老油条的权势 愿你真实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作王作主 帮助我们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在老油条的领域里面 圣经提醒我们 第一件事就是 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老油条的缘故 而成为旧皮带 因为旧皮带 成不了新酒 因为旧皮带承受不了新酒 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第一大点 这就是我们讲到的第一大点 旧皮带 成不了新酒 旧皮带 成不了新酒 我们一起来读 马太福音的第九章 十到十七节 一起读经 耶稣在屋里坐植的时候 有好些碎利和罪人来 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植 法利赛人看见 就对耶稣的门徒说 你们的先生 为什么和碎利并罪人一同吃饭呢 耶稣听见就说 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经常说 我喜爱连述 不起爱祭祀 这句话的意思 你们且去揣摩 我来本不是照意人 乃是照罪人 那时若看的门徒来见耶稣说 我们和法利赛人相相禁食 你的门徒倒不禁食 这是为什么呢 耶稣对他们说 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 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 但日子将到 新郎要离开他们 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 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 因为所补上的 反大坏了那衣服 破的就更大了 也没有人把新酒 装在旧皮袋里 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 酒漏出来 面皮袋也坏了 唯独把新酒 装在新皮袋里 两样就都保存了 新酒要装在新皮袋 新酒要装在新皮袋 其实没有人想变成旧皮袋 其实没有人想变成旧皮袋 但如果我们一不留神的话 我们会不知不觉的变成旧皮袋 但是我们不留神 我们会不知不觉的变成旧皮袋 法利塞人为什么来找耶稣呢 法利塞人为什么要来找耶稣呢 其实他们是看不惯耶稣的所作所为 其实他们看不惯耶稣的所作所为 所以他们来观察耶稣 所以他们来观察耶稣 他们想看看究竟耶稣是何方神圣 他们想看看耶稣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是不是真的好像传说中那么厉害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行神迹 是不是真的能行神迹呢 为什么大家都拥护他 为什么大家都拥护他 结果在观察里面 结果在观察里面 看到耶稣被一大群的罪人围住 看见耶稣被一大群的罪人围住 所以他们就去质问耶稣的门徒 所以他们走去质问耶稣的门徒 喂喂喂 你们的先生为什么会和一些罪人和罪利一起吃饭呢 因为在法利错人的脑里面 他们觉得作为一个圣经的老师 因为在法利赛人的脑里面 他们觉得作为一个圣经老师 理所当然是要圣结的 理所当然要圣结 那怎么可能和罪人和瑞利一起吃饭呢 应该要保持距离嘛 怎么可以和罪人和瑞利一起吃饭呢 应该要保持距离的 所以他们就忍不住问耶稣的门徒 所以他们忍不住去问耶稣的门徒 他们问的时候 他们问的时候 耶稣听见了 耶稣听见了 耶稣自己回答这个问题 耶稣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 耶稣就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 耶稣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 有病的才需要 然后他又引用一段圣经 他又引用一段圣经 神说他喜爱连书不起爱制止 他说神说我喜爱连穴不喜爱祭祀 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去揣摩 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你们自己去揣摩吧 我来本来就不是要焦罪异人 而是要焦罪罪人的 我来本来就不是要遭据异人 而是要遭据罪人 这句话是不是很容易明白 这句话是不是很容易明白 其实一听 个个都听得很清楚 其实要听都听得很清楚 但主耶稣为什么会叫这些法利错人 就是你们回去去揣摩 这句话的意思呢 但是为什么耶稣会叫这些人 法利塞人回去 你们要揣摩这句话的意思呢 既然一听都已经明白了 还有什么好揣摩的呢 既然一听就会明白 为什么还要揣摩呢 这个揣摩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揣摩的意思是什么呢 耶稣说神是喜爱连书不起爱祭祀的 耶稣说神是喜爱连书不起爱祭祀的 其实法利塞人都很明白 这句话 他们是很清楚圣经的 其实法利塞人都很明白 他们都很清楚圣经 不过问题就是 他们表面上明白 但是他们行动上是没有配合的 他们是表面上明白 行动上没有配合 神喜爱连书不起爱祭祀 神喜爱连书不起爱祭祀 法利塞人知道这句话 法利塞人是知道这句话 但他们怎么去应用呢 他们是将这句话应用在别人的身上 而不应用在自己的身上 他们将这句话应用在别人身上 而不是应用在自己身上 他们就成为了一个好像老油条那样的人 他们成为了老油条一样的人 他们认为这句话所指的就是 神是乐意施恩的 他们认为这句话是指的是 神是乐意施恩 神是满有恩典的 神是满有恩典的神 所以他们就认为神 如果你不向我施恩的话 就是你有问题了 所以他们认为神你不向我施恩 你就是有问题 神是施恩的主 神你是施恩的主 所以祂一定会原谅我 所以祂一定会原谅我 今天我们有时都会有这个心态 今天我们也会有这样的心态 犯罪no problem 犯罪没有问题 因为神一定会宽恕的 因为神一定会宽恕的 那我们的良心就好像麻木了 那我们的良心就好像麻木了 又或者这句话他们会用在人的身上 又或者这句话他们会用在人的身上 喂喂喂 你对我要有恩慈 你对我要有恩慈 因为神喜爱怜悯 因为神喜爱怜悯 所以你要请我吃饭 所以你要请我吃饭 是不是 对不对 我们就将它应用在人的身上 我们就将它应用在人的身上 其实 我们有没有想过神是喜爱慈爱的 我们有没有想过神是喜爱慈爱的 这个是神的心肠 这是神的心肠 神当然希望他自己的每一个儿女都有同样的心肠 神当然希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有这样的心肠 但是法利塞人老油条的信仰是怎样的呢 但是法利塞人老油条的信仰是怎样的呢 他们的信仰僵化了 他们的信仰僵化了 就算他们明白那个道理 就算他们明白那个道理 这个道理只会成为他要求别人的一样的东西 这个道理只会成为他去要求别人的一样东西 这个就是老油条 老油条就是叫人做自己不做 老油条就是叫别人去做自己不做 自己就在那里享受世界 自己就翘着二人腿小兽世界 所以这个就是法利塞人和耶稣的分别 所以这就是法利塞人和耶稣的分别 但是就在耶稣和法利塞人在这个对话当中的时候 在耶稣和法利塞人的对话当中 约翰的门徒都来见耶稣 约翰的门徒也来见耶稣 约翰的门徒就说 我们和法利塞人都上上金色 这一次连约翰的门徒都因为法利塞人向耶稣的提问 这一次连约翰的门徒都开始 因为法利塞人向耶稣提问开始想 他们在里面有这个动摇 他们里面开始动摇 耶稣到底是不是真的弥赛亚 耶稣到底是不是弥赛亚 他是不是真的救主 他是不是真的是救主 为什么他真的经常都和这些罪人和税吏在一起呢 为什么他经常和一些税吏和罪人在一起呢 会不会其实耶稣都是很贪钱的呢 会不会耶稣都是很贪钱呢 你知道吧 黏着这些罪人和罪人的时候 整天都是喝喝吃吃的嘛 你知道经常跟着这些罪人和罪人 他们会常常都是吃吃喝喝 这些是罪人和罪人的标记 所以就是喝喝吃吃 这些罪人和罪人的标记就是吃喝玩乐 为什么这个位置会有人笑的呢 为什么这个位置会有人笑 所以耶稣整天和他们在一起 所以耶稣经常跟他们一起 要不就是喂食 要不就是贪吃 要不就是贪钱 要不就是贪钱 可能有些好处给他 还可能有一些好处给他 连约翰的门徒都忍不住问了 连约翰的门徒都忍不住要问 然后他们又发现 喂 真的耶稣好像从来没有带着他的门徒禁食 然后他们又发现真的是这样 好像耶稣没有带着他们的门徒来禁食 这么不敬钱的 这么不敬钱 黎塞亚是这么不敬钱的吗 所以他们忍不住问了 所以他们忍不住又问 耶稣又回答了 耶稣又回答 十五节他怎么回答呢 十五节他怎么回答呢 他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 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 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 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 不过日子会到 不过日子会到 新郎要离开他们 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了 新郎要离开他们 那时候他们就要开始禁食了 然后耶稣突然要加多两句 然后耶稣突然加多两句 没有人会将新的布补在旧衣服上面 因为补上的反而会戴坏那件衣服 破烂的就更大了 没有人会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 因为补上的反而戴坏了那衣服 破的就更大了 也没有人会将新酒 装在旧皮袋里面 如果是这样 皮袋会裂开 酒会漏出来 皮袋都坏了 所以新酒要装在新皮袋 两样才可以保存 也没有人会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 若是这样皮袋就破裂了 酒就会漏出来 连皮袋也坏了 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 两样就都保全了 耶稣的答案又是奇奇怪怪 难以明白了 耶稣的答案又是奇奇怪怪 难以明白 我们有没有发现耶稣 常常回答那些问题 都要我们拗下头 这几样东西有什么相关呢 我们有没有发现 耶稣的回答常常都让我们抓头 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关联呢 其实耶稣的意思就是 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耶稣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救恩临到万民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救恩临到万民的时候 所以是一个充满喜悦的时刻 所以是一个充满喜悦的时刻 在这样的环境 在这样的气氛当中 当然不要感受了 在这样的环境 在这样的欺品当中 当然不要进食了 不过很快 耶稣会暂时离开这个世界 不过很快 耶稣会暂时的离开这个世界 那时候耶稣的门徒 就要切切的禁食了 那个时候耶稣的门徒 就要彻彻的来进食了 因为好境不在了 因为好境不在了 艰难逼迫 患难会来了 艰难逼迫 患难会来了 耶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 耶稣其实是想告诉他们 禁食是有目的的 耶稣是想告诉他们 禁食是有目的的 禁食是要连上神作事的 季节和行动 禁食是要连上神作事的 季节和行动 禁食是要配合神作工的 禁食是要配合神来作工 禁食不是万无目的 禁食不是万无目的 为禁食而禁食 所以刚才我们开始之前就说 为什么我们会有21个禁食呢 其实是预备进入这个宿罪日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讲 我们有21天的禁食祷告 是预备我们进入宿罪日 不是因为我们身体肥胖 所以乘机禁食减肥 不是因为我们身体肥胖 趁机禁食减肥 减肥和禁食是两件事 减肥和禁食是两件事 耶稣要带出这个新的禁食的教导 耶稣要带出一个新的禁食的教导 跟旧约的传统上的认知有点不一样 和旧约传统上的认知有点不一样 在旧约里面他们禁食 在旧约中他们禁食 是为了要除去心里面的责变 专心寻求神 是为了除去心中的杂念 专心的求问神 在这个专心当中 希望可以听见神的声音和启示 在这个专心当中 希望听见神的声音和启示 到新约的年代 到新约的年代 圣灵已经耐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圣灵已经耐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每一个人都可以听见圣灵的声音 每一个人都可以听见圣灵的声音 所以我们的禁食祷告都要提升 所以我们的禁食祷告都要提升 提升到与神同工的地步 提升到与神同工的地步 不过耶稣也都清楚知道 在这个时候 自己的门徒和约翰的门徒 应该都是听不明白的了 不过耶稣也知道 这个时候自己的门徒和约翰的门徒 这个时候都应该听不明白 所以他有感而发地说 所以他有感而发地说 就是后面那两句 新布不要补在旧衣服上 新布不要补在旧衣服身上 新酒不要装在旧皮袋里面 新酒不要装在旧皮袋里 原来新和旧是很难相容的 原来新和旧是很难相容 耶稣的意思所指的是 耶稣所指的是 僵化的信仰就是好像旧衣服一样 僵化的信仰就好像旧衣服 没有办法接上新的布 因为新的布反而将旧衣服的旧更加的显明 因为新衣服会把旧衣服的旧更加的显明 僵化的信仰又好像旧皮袋一样 僵化的信仰又好像旧皮袋一样 没有办法可以装得下新酒的 没有办法可以装下新酒 为什么呢 因为旧的皮袋已经失去了弹性 因为旧的皮袋已经失去了弹性 那新酒其实有时候可能它的发酵 未完全完成的 因为新酒它的发酵可能没有完全完成 那么它在旧的皮袋里面的时候 可能会再有少少的发酵 可能它还在里面会有一点点的发酵 一发酵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气体 一发酵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气体 会让这个皮袋里面膨胀 会让这个皮袋膨胀 但如果这个皮袋已经没有了弹性 但是如果这个皮袋已经没有了弹性 一膨胀的时候就裂开了 一膨胀就会裂开 那这个袋就没用了 那这个袋就没用了 酒又流走了 酒就流走了 这就是双重的损失了 这就是双重的损失了 其实这个正正就是法利塞人的问题 这就是真正是法利塞人的问题 他们的属灵生命就好像僵化了的旧皮袋一样 他们的属灵生命就好像僵化的旧皮袋一样 这意思就是他们已经没有了弹性不能的改变 就是他们没有弹性不能改变 这种的僵化 这种的僵化 让他们的信仰只剩下空空的意识上的行为 让他们的信仰只剩下空空的意思上的行为 其实这个僵化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个僵化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没有弹性是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没有弹性指的是什么呢 所指的就是他们对神已经没有了期待 所指的就是他们对神已经没有了期待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信仰对神已经没有了期待的话 我们这个信仰就不会有任何弹性 如果有一天我们对神的信仰是没有期待的话 我们对神的信仰就没有任何的谈心 我们只会日复一日的重复一些仪式 我们只会日复一日的重复一些仪式 是一些没有意义的动作 但这些动作背后其实对神没有期待 这些动作背后其实是对神没有任何期待 在这样的信仰里面 会慢慢失去动力 会慢慢的失去动力 慢慢失去生命力 慢慢的失去生命力 神也都很难用我们去做任何的事情 神也很难用我们去做任何的事情 而我们自己和我们身边的人 也都没有办法经历神活泼的能力 而我们和我们身边的人都没有办法去经历神活泼的能力 这个就是为什么文士法利塞人 与耶稣的教导有这么大的分别 这就是为什么文士法利塞人和耶稣的教导有这么大的差别 我们怎么才可以保持我们的信仰是有诞性是新皮带呢 我们怎样来保持我们的信仰是新皮带呢 就是我们要对神有期待 就是我们要对神有期待 期待不单止是期待神做事 不单止是要期待神做事 更要期待我们可以配合神 更期待我们可以去配合神 期待神使用我们参与在神的工作里面 期待神可以让我们参与在神所做的事情当中 其实这个是信心 其实这就是信心 这样才可以让我们的信仰保持新鲜 这样才能让我们的信仰保持新鲜 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 喂喂喂 你新鲜是很重要的 你新鲜很重要啊 下个礼拜回来你可以问一下他 下个星期回来你可以问问他 你新不新鲜啊 你新不新鲜啊 我们要做新鲜的基督徒 我们要做新鲜的基督徒 我们不单止要对神有所期待 我们不单止对神要有期待 我们更加要重视神的说话 我们更加要重视神的话 将神的说话放在第一位 将神的话放在第一位 要让神的话语大于一切 要让神的话大于一切 甚至大于我们的传统遗传 甚至大于我们的传统遗传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大点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大点 神的道大于遗传 神的道大于遗传 我们读马可福音的七章一道十三节 一起读经文 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民事 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 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 有人用俗手 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 原来法利赛人和有大人 都俱守古人的遗传 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 从事上来若不洗俗也不吃饭 患有好设别的规矩 他们历代俱守 就是洗杯冠同气等物 法利赛人和问事问他说 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 用俗手吃饭呢 耶稣说 以倡雅指着 你们假无为善之人 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 如经常说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们将人的吩咐 当作道理教导人 所以拜我也是枉言 你们是离弃神的戒命 拘守人的遗传 又说 你们诚言是废弃神的戒命 要守自己的遗传 莫世说 当孝敬父母 又说 奏马父母的 必自死他 你们倒说 人若对父母说 我所当奉及你的 已经作了国耳板 国耳板就是贡献的意思 以后你们就不容 他再奉扬父母 这就是你们胜存为全 废了神的道 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 法利塞人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 法利塞人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 目的是要责问耶稣 目的是要责问耶稣 为什么不按照 法利塞人的信仰的规矩 来做事 为什么不按照 法利塞人的信仰规矩来行事 这个规矩就是要洗手 洁净才可以吃饭 这个规矩就是要洗手洁净 才可以吃饭 可能你都觉得奇怪 可能你都会觉得奇怪 大老远由耶路撒冷来找耶稣 就是要看他有没有洗手 大老远的来看耶稣 就是要看他有没有洗手吃饭 你今天会不会专专 搭车山长水远 回深圳看一下 你的朋友有没有洗手才吃饭 你今天会不会山长水远的 回去深圳看你的朋友 有没有洗手吃饭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们信仰的基础 是建立在先人的传统上面 因为他们信仰的基础 是建立在先人的传统上 他们的信仰只是顾念 就是他们的仪式上面做得对不对 他们的信仰只是看仪式上面做得对不对 每一个细节都要跟着足一尸不久 每一个细节都要跟着意识不久 其实本来这些遗传这些传统都是好的 其实本来这些遗传这些传统都是好的 本来的用意是帮助信徒可以更加认识神 本来是帮助信徒可以更加认识神 让我们对神有一份的敬畏 让我们对神有一份的敬畏 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一种庄严的感觉 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一种庄严的感觉 是不是好啊 不过慢慢的 这些遗传这些规矩就剩下一个仪式的空架子 这些遗传只会成为一些表面的空架子 没有人真正明白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没有人真正的明白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不去思想 因为已经不去思想 甚至慢慢这些遗传 变得跟它的本意都相对立 甚至慢慢的这些遗传变成和它的本意相对立 比如今次所讲的这个洗手的问题 比如这一次的洗手问题 这个洗手本来是古人设立的一个洁净的礼仪 这个洗手本来是古人设立的洁净的礼仪 借着这个外面的洁净 提醒他们更加要洁净自己的心灵 借着外面的洁净 提醒我们要更加洁净自己的内心 不要带着罪和不洁来朝见神 不要带着罪和不洁来朝见神 我们要明白一个真理 其实我们要先洁净自己 然后才可以来靠近神 我们要明白一个真理 就是要先洁净自己才可以靠近神 不过慢慢的 因为外面洁净的行为太多了 因为外面洁净的问题是太多了 顾得头又顾不到那样 顾得头又顾不了尾 所以他们慢慢的 还要在这些洁净的程序里面 再加多一点的细节 所以他们慢慢的 会在这些洁净的程序里面 再加一些问题 要求越来越高 要求越来越高 手座越来越繁复 手序就越来越繁复 顾着外面这些就忘记了 原来要洁净内心 顾着外面的这些细节 就忘了要洁净我们的内心 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 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 这个以从来说 你们是假无为善的 这个预言是对的 是没错的 他说以赛亚指着你们说 脚猫为生的人所说的预言 是不错的 这些白色是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是远离我 这些的白信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 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来教导人 拜我都是枉言 拜我都是枉然 你们离弃神的戒命 驱守人的遗传 你们离弃神的见面 居守人的遗传 因为他们将这些古人 所教导的事情 全部照单全收 因为他们将古人所教导的 全单全收 但他们不问原因 不问理由 但是他们不问原因 不问理由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样做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 那这样做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 也都不会去圣经里面 去找答案 也都不会去圣经当中找答案 而且将这些行为 再加添其他的东西下去 而且将这些行为 再加添其他的东西进去 和神的教导就越来越偏离 和神的教导就越来越偏离 然后他们就坚持 在这些仪式上面 然后他们就在这些仪式上面 来坚持 所以耶稣就说 你们是废弃了神的见面 守自己的遗传 所以耶稣说 你们是废弃神的见面 守自己的遗传 耶稣知道他们听不明白 所以耶稣就举了一个例子 所以耶稣又举了一个例子 十戒里面教导我们 要孝敬父母 十戒中教导我们 要孝敬父母 当然十戒里面 也都告诉我们 当然十戒也告诉我们 先神后人在大地 先神后人在大地 我们的核心价值之一 我们的核心价值之一 所以我们既要孝敬父母 所以我们只要孝敬父母 又要先神后人在大地 又要先神后人在大地 那这两者有没有冲突呢 那这两者有没有冲突呢 如果我们将父母 摆到在神之上 如果我们将父母 放在神之上 那又是不对的 那是不对的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将神 放在父母之上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将 神放在父母之上呢 那又是对的 这样也是对的 发力圣人就发明了一样东西出来 发力圣人就发明了一样东西出来 发明了一种讲法 发明了一种讲法 就是这个所谓国耳版的讲法 就是这种国耳版的讲法 因为要先神后人在大地 他们就将这种东西扭曲 扭曲到一个地步 就是只要你顾着神 就可以不用理你的父母了 扭曲到一个就是 你只要顾着神 你就可以不用理你的父母 因为你顾好神 因为你顾好神 神就会顾好你的父母 神就会顾好你的父母 这个本来都是真理来的 这本来也是真理 我们先顾好神 神自然就顾念我们的家 我们先顾好神 神自然就会顾念我们的家 但是当它偏差了之后呢 但是当它偏差了之后呢 其实人用这种东西成为一个借口 其实人让这件事情 作为一个借口 他们发现 我既要做受不奉献 我既要守奉献 又要奉养父母 又要奉养父母 在这个家庭开支里面 就是两笔的开支 那在这个家庭开支里面 就有两笔的开支 如果我用这个教导 国耳版的教导 如果我用这个歌耳版的教导 妈妈我今个月 不会给家用你了 妈妈我这个月 不会给你用钱 我给你的家用 已经奉献给神了 我给你的钱 已经奉献给神了 所以神收到这笔奉献之后 祂就会看着你了 所以神收到这笔奉献 祂就会照顾你了 妈妈你会更加蒙福的 妈妈你会更加蒙福 你会更加喜乐和健康的 你会更加喜乐健康 我为你求了福了 我为你求了祝福了 是不是听到熟口熟面了 是不是听起来很熟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开支里面 就减少了一笔自己袋了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开支里面 减少一笔自己放在自己的口袋 这个自私的做法 这个自私的做法 成为了人的遗传 成为了人的遗传 用一个敬虔的理由 用一个敬虔的理由 做着违背神 得罪神的事 做着违背神 得罪神的事 还以为是理所当然 这个就是耶稣说 你看看你们用人的遗传 废弃了神的律法 这就是耶稣说 看你们用人的遗传 废弃神的律法 神是这样教你的吗 神是这样教导你的吗 神教你要孝敬父母 神教你要孝敬父母 当然我们以神为先 当然我们以神为先 但以神为先和孝敬父母 不冲突的嘛 但是以神为先和孝敬父母 其实不冲突 为什么不可以寄奉献给神 又供养父母呢 为什么不可以寄奉献给神 又供养父母呢 难道神不可以供应你吗 难道神不能供应你吗 你当神是怎样的呢 你当神是怎样呢 不想说那句 但是那句在心里面 你真的当神是死的吗 我虽然不想讲 但是真的是 你难道当神是死的吗 对神没有期待 对神没有期待 只是守人的遗传的空架子 只是守人的遗传的空架子 所以耶稣对他们 有很大的责备 所以耶稣对他们 有很大的责备 耶稣跟他们说 不可以将这些传统 照单全收 耶稣跟他们说 不可以将这些传统 照单全收 你要明白背后的真意 你要明白背后的真意 你要明白属灵的真理 你要明白属灵的真理 然后按照神的道 然后按照神的道 来将它活出来 将它活出来 其实我们很容易 不知不觉就有很多的遗传 其实我们不知不觉当中 就会有很多的遗传 这些遗传 稍后我们忘记了背后的意思 这些遗传走着走着 我们就忘记它背后的意思 只是照做 只是照做 你猜一下611 有没有611的遗传 你猜一下611 有没有611的遗传 其实我们都很容易 有我们的遗传 其实我们很容易 有我们的遗传 比如我举个例 比如我举个例子 普尔节 普尔节 有没有人在母堂过过普尔节的 有没有人在母堂过过普尔节的 普尔节最开心是什么 普尔节最开心是做什么呢 一讲到普尔节就知道有戏题了嘛 一讲到普尔节就知道有戏看 很大型的舞台剧 很大型的舞台剧 我们以前没有诗音座的时候 我们以前还没有诗音座的时候 甚至我们在荃湾大会堂公演 甚至我们去荃湾大会堂来公演 还可以全港市民都买票的 还可以全港市民都来买票 不是只关门在教会里面自己看的 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自己看 是不是 对不对 我们这些普尔节的画剧 我都演过不少年了 这些普尔节的画剧我都演了不少年了 金牌哈曼是不是 金牌哈曼 那这个会不会都形成了一个我们的传统呢 这会不会都形成了我们的一个传统呢 可能你就会觉得普尔节就是要看戏的了 可能你会觉得普尔节就是要看戏啊 但普尔节是不是一定要演戏的呢 那普尔节是不是一定要演戏呢 其实不是的哦 其实不是 但如果你没有去思想它背后的原因的话 你都很容易将这件事变成一个传统 每年照做 但是你没有去思想它背后的意义的话 你就会当成一个传统 每年照做 有一些教会 有一些教会 只可以唱圣乐 只可以唱圣乐 只可以唱诗 只可以唱诗 唱诗和敬拜是两件事 唱诗和敬拜是两件事 唱诗那些就可以拿着铲来唱那些 唱诗可以 抓住手来唱 在这样的教导之下 在这样的教导之下 甚至只可以用管风琴 甚至只可以用管风琴 很庄严的 很庄严 好不好 好不好呢 好 好的 但是如果只能够这样呢 但是如果只能够这样呢 那又少了一些活泼 那又少了一些活泼 吉他和鼓这些乐器 是南登大雅之堂的 吉他和鼓这些是南登大雅之堂 电吉他更加不好讲了 电吉他更加不用说 这样的教会很容易 和年轻的一代脱节 这样的教会很容易 和年轻一代脱节 我们的信仰没有办法传承下去 我们也没有活泼 真实的敬拜 我们也没有活泼真实的敬拜 但合不合复圣经呢 神 忠义的敬拜是怎样的呢 神所喜悦的敬拜是怎样呢 诗篇150 诗篇150 第五节 用大响的拔赞美他 用高声的拔赞美他 用大响的拔赞美他 用高声的拔赞美他 我都知道我们崇拜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 哇 鼓很大声啊 我们知道我们崇拜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哇 这个鼓很大声 这也是放弃顺的错 这也是放弃顺的错 但是你看看圣经 但是你看看圣经 原来神很喜欢 大声的拔 高声的拔赞美他 原来圣经很喜欢 大声的拔 高声的拔赞美 大胃连间都是这样的 大胃连间也是这样 可能大胃的拔赞 比我们更吵 可能大胃的拔赞 还吵过我们 你信不信 《沙姆尔记》下6章5节 大胃和以色列的拔赞美他 大胃和以色列全家在 甚至可以跳舞 甚至可以跳舞 是不是 所以他们的敬拜 可能比我们更加热情 更加的激烈 所以他们的敬拜 可能比我们更加热情 更加的激烈 我们比他们落后了几千年 我们比他们落后了几千年 好 怎么才可以让我们 不要变成老油条呢 那怎样才可以让我们 不要变成老油条呢 先温习一下第一点第二点 第一就是对神要有期待 第一我们要对神有期待 第二就是我们要将神的道 放在传统之上 第二就是要把神的道 放在传统之上 那还有没有第三点呢 那还有没有第三点呢 当然有了 当然有 就是我们要火热地追求神 就是我们要火热地追求神 不要做不冷不热的 隔夜老油条 不要做不冷不热的隔夜老油条 老油条不要紧 老油条没关系 隔夜的老油条就更大件事了 隔夜的老油条就更大 更麻烦 什么叫隔夜的老油条呢 什么叫隔夜的老油条呢 就是我们第三大点 就是我们的第三大点 不冷不热只配吐出 不能不热只配吐出 我们来读启示录三章十四到十九节 我们读经文 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事者说 那为阿门的 为诚信真实见证的 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冷也不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基于温水 也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后中把你吐出去 你说我是腐足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决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 可怜贫穷 核眼赤身的 我劝你向我买火连的金子 叫你腐足 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 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犯我所腾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他 所以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很多人认为 旧约里面的神比较严厉 很多人都认为 旧约里面的神 比较严厉 新约里面的神 比较宽松和讲爱 新约当中的神 比较宽松和讲爱 新约里面的神 很少责备人 新约的神 很少责备人 更多是接纳包容 更多的是接纳包容 是不是真的呢 是不是真的呢 神是不是真的 在新约的年代里面 对信徒就无限包容 什么都可以接纳 神是不是在新约年代 对信徒就无限的包容 什么都接纳呢 主耶稣对他的教会 是不是没有要求的呢 主耶稣对他的教会 是不是没有要求呢 启示录 启示录 新约最后一卷书 行约最后的一卷书 主耶稣亲自吩咐老约汉 主耶稣亲自的吩咐老约汉 要将这个书信 写给当时七间最有代表性的教会 要将书信写给当时 最有代表的期间教会 要指出他们的问题 要指出他们的问题 要力劝他们悔改 要利劝他们来悔改 要修正他们要信仰的生命 要修正他们信仰的生命 其中一间教会就是老地家教会 其中一间教会就是老地家教会 所以三章十五节那里这么说 所以三章十五节这样说 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冷也不热 你也不冷也不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原来主耶稣是在天上看着他的教会 原来主耶稣在天上看着他的教会 而且看得很仔细 教会不是建筑物 教会不是建筑物 是我们每一个人 是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今天耶稣基督其实都看着我们 所以今天耶稣基督都看着我们 否则他怎么知道教会的行为 否则他怎么知道教会的行为 我不看着你 我怎么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不看着你 我怎么知道你在做什么 所以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所以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因为他看着 而老地家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 老地家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信仰不冷不热 就是他们的信仰不冷不热 这个不冷不热 这个不能不热 就好像老地家当地的泉水一样 就好像老地家当地的泉水一样 也是不冷不热的 也是不能不热 老地家城市的地理位置 老地家城市的地理位置 那条河的上游呢 那条河的上游 因为那些水刚刚从火山出来 因为那些水是从火山出来 所以是温泉水 所以是温泉水 上游城市那些水因为是温泉的嘛 所以有医治的功效 上泉水的那些是温泉出来的 所以有医治的功效 人就很珍惜了 人就很珍惜了 经过老地家之后再流到下游 经过老地家之后再流到下游 去到下游的时候 那些杂质已经沉淀了 水的温度也变冷了 去到下游的时候 杂质已经沉淀 水也变冷了 所以就可以直接喝了 所以可以直接喝 中间的老地家就糟了 中间的老地家就惨了 热又不够热 热也不够热 冬又不够冬 冷也不够冷 那些温泉是有很多矿物质的嘛 那些温泉是有很多的矿物质 矿物质又未沉淀得完 矿物质也还没有完全沉淀 你一喝下去就想作呕 你一喝下去就想吐 那就是这样又不像 那样又不像 就是这也不像 那也不像 老地家的水 老地家的水 就和老地家的教会一样 就和老地家的教会一样 在属灵的角度里面 不冷也不热 在属灵的角度里面 不冷也不热 没有任何的用处 成为了属灵的老油条 成为了属灵的老油条 但是这帮老地家的信徒呢 但是这帮老地家的信徒呢 他们不进取 他们不进取 他们也不想成长 他们也不想成长 所以耶稣见到他们就说 所以耶稣看见他们就说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冷和热都有用的嘛 冷或者热都有用啊 你既如温水不冷也不热 你既如温水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将你吐出去 但是原来耶稣对教会是有要求的 弟兄姐妹原来耶稣对教会是有要求的 祂期待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可以成长的 祂期待我们的属灵生命会成长 祂期待我们在神的角度里面是有用有贡献的 祂期待我们在神的角度里面是有用有贡献的 因为耶稣期待和我们一同做工 因为耶稣期待和我们一起做工 你们去改变这个世界 来改变这个世界 拯救更多的人 拯救更多的人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回应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回应的话 我们就成为了老油条 我们就成为了老油条 神想我们做什么都叫不动 神想让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不动 这个就是老油条了 这就是老油条 老底家更加是隔夜的老油条 老底家更加是隔夜的老油条 为什么呢 这样的情况之下 耶稣说我必将你从我的口里吐出去 这个隔夜的老油条的生命是怎么来的呢 隔夜的老油条的属灵生命是怎样来的呢 我们来看原来有一张清单 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 有没有不觉意成为了隔夜的老油条 有一张清单 我们来看看我们是不是不知不觉 成为了隔夜的老油条 17节 17节 老底家人自己和自己说 老底家人自己和自己说 我是腐足已经发了财 我是腐足的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一样都不缺 他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 赤眼赤身的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 瞎眼赤身的 原来老底家教会的问题 原来老底家教会的问题 他们看重的是世界的腐足 他们看重世界的腐足 他们所看重的是在世界上 他们是不是已经发了财 他们看重自己在世界上 是不是已经发财 在他们自己的眼中 他们一样都不缺 在他们自己的眼中 他们自己一样都不缺 但他们没有熟灵永恒的眼光 但是他们没有有属灵的永恒的眼光 他们没有用耶稣的眼光 只剩下钱 如果在耶稣的眼中看自己 只是穷的只剩下钱 他们是困苦的 可怜的 贫穷的 贫穷的 核眼的 瞎眼的 赤身的 因为到天地被审判的时候 因为到天地被审判的时候 世上的金钱没有办法换永生 实际上金钱没有办法去换永生 所以他们是贫穷的 所以他们是贫穷的 我去过老底家的废墟 我去过老底家的废墟 在土耳其境内 在土耳其的境内 去到的时候我们都很惊讶 去到的时候我们都很惊讶 因为按道理来讲 教会曾经受很大的逼迫 按道理来讲 教会曾经受很大的逼迫 但是老底家的废墟 你看到他们的会堂很大 但是在老底家的废墟会堂里面 看起来很大 而且金碧辉煌 而且是金碧辉煌 所以说这间教会是很富有的 所以这间教会是非常的富有 在大逼迫的年代 他们可以自由聚会 而且很富有 在大逼迫的年代 他们可以自由聚会 而且非常的富有 所以老底家人 会和自己说 我们已经发财了 所以老底家人跟自己说 我已经发财了 我们是富足的 我们是富足的 一样好处都不缺 一样好处都不缺 你看其他教会多辛苦 你看看其他教会多辛苦 殉道的殉道 坐牢的坐牢 我们有多自由奔放 而且有这么多财富 所以老底家成事的人 不会逼迫他们 因为他们全部有头有面 有钱 因为老底家教会的城市里面 人不会逼迫他们 因为他们全部是有钱人 但是耶稣说 你要买火链的金子 但是耶稣说 你要买火链的金子 最求那个真实 可以存到永恒的财宝 追求可以存到永恒的财宝 地上的财宝 有一天会过去 地上的财宝有一天会过去 你要买白衣 你要买白衣 就是自洁的生命 就是要自洁的生命 这样才可以在神的面前交账 见主面的日子 才不至于羞愧 耶稣又说 你要买第三件东西 就是买眼药水来擦你的眼睛 就是要买眼药水来擦你的眼睛 因为你们的眼睛是看不见的 因为你们的眼睛是看不见的 你们属灵的眼睛 好像瞎了一样 你要买这些眼药去擦 你要买这些眼药水去擦 才能够看清楚你们属灵的光景 才能够看清楚你们属灵的光景 你才能够看得清楚 究竟属世和属天的哪一样重要 才能够看得清楚属世 界和属天哪一个更重要 你拥有一切属世的 但是将来没办法见耶稣的话 你拥有这些属世的 但是真的没有办法见耶稣的话 风光几十年 它是在永恒里面受苦 有什么意思呢 风光几十年 却在永恒里面受苦 有什么意思呢 耶稣说我所疼爱的 耶稣说我所同爱的 就必定责备管教 就必定责备管教 所以你要发热心也都要悔改 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神会修理我们的生命 神会修理我们的生命 因为祂爱我们 因为祂爱我们 祂责备我们也都管教我们 祂责备我们也管教我们 因为祂对我们有期待 因为祂对我们有期待 你什么时候会管教你的子女 你什么时候会管教你的儿女呢 因为你对她有期待 因为你对她有期待 你希望她成长 你希望她成长 所以你才会管教她 所以你才会管教她 所以主耶稣鼓励我们 在属灵的道路上 所以主耶稣鼓励我们 在属灵的道路上 要发意心要悔改 要发热心要悔改 脑油条最大的问题 脑油条最大的问题 自我感觉良好心满意足 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心满意足 停止进步拒绝成长 每天只是得过且过维持表面功夫 每天得过且过维持表面功夫 应付过去就算了 要小心 要小心 这个是法利塞人的孝 这是法利塞人的孝 原来在神的国里面 原来在神的国里面 不应该有得过且过的基督徒 不应该有得过且过的基督徒 神对我们每一个都有期望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期待 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神 都是耶稣用自己生命的代价换回来的 所以耶稣期望我们会成长 所以耶稣期待我们会成长 期待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 期待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 期待我们越来越像耶稣 期待我们越来越像耶稣 我们从圣经里面 就可以看到一些例子 我们在圣经上面 可以看到一些例子 其实耶稣的众门徒就是这样的 其实耶稣的众门徒都是这样 他们都是不断的被更新 被提升的 他们都是不断的被更新 被提升 他们从前有很小胆的人 他们从前有胆小的人 罪会都怕被人抓 聚会都害怕被人抓 但是后来这些人 可以勇敢的出来报道 甚至殉道 但是这些人后来 可以勇敢的出来 布道甚至殉道 他们当中有脾气有暴躁的人 他们当中有脾气暴躁的人 但是年老的时候 成为满有爱和怜悯的父老 但是到年老的时候 成为满有爱和怜悯的父老 生命不断的成长 生命不断的成长 耶稣对他们有无限的期待 耶稣对他们有无限的期待 今天耶稣同样对你对我 有无限的期待 今天同样耶稣对你对我 都有同样的期待 我们不要做老油条 我们不要做老油条 更加不要做隔夜的老油条 更加不要去做隔夜的老油条 那我们怎样才可以确保自己 不会变成老油条呢 那我们怎样才能确保 我们不变成隔夜的老油条呢 因为有时候不知不觉 自己就变成老油条的了 因为都是不知不觉当中 变成了老油条 所以要和大家打三针的预防针 所以要和大家打三针预防针 这个叫防止老油条疫苗 这个叫防止老油条的疫苗 就是我们的总结了 就是我们的总结 刚才睡了都不要紧 要听这三句就够了 刚刚睡着都没有关系 只要听到这三点 我发觉原来大家很欢迎这件事 我发现大家很欢迎这个总结 三针疫苗第一针 保持活泼对神有期待的心 保持活泼对神有期待的心 我们一定要对神有期待 我们一定要对神有期待 信仰才会活泼 信仰才会活泼 第二针疫苗 第二针疫苗 用信心明白神道的真意 然后将道放在一切僵化的行为之上 用心明白神的道的真意 把道放在一切僵化的行为之上 正义重要个表面的形式 正义重要个表面的形式 第三针 第三针 拒绝不冷不热 火热地来追求神 拒绝不冷不热 火热地来追求神 我们有这三点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有这三点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的信仰就可以活泼 我们的信仰就可以活泼 但这三针要怎样才能打到我们里面呢 那这三针怎样才能打入我们里面呢 我们需要圣灵的针筒 我们需要圣灵的针筒 跟随圣灵 跟随圣灵 被圣灵引导 被圣灵引导 这三种的特质 就会进入在我们生命当中 这三种的特质 就会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等于我们要努力地去追上 弟兄姐妹 我们要努力地去追上 为什么六一一 是一间活泼有能力的教会呢 为什么六一一 是一间活泼有能力的教会呢 因为我们对神有期待 因为我们对神有期待 张牧师对神有期待 张牧师对神有期待 神跟他说 我要回香港做事 恩怜你回香港 神跟他说 我要回香港做事 恩怜你要回香港 牧师就愿意放下加拿大 最舒适的生活 回来香港开放 牧师就愿意放下 他加拿大舒适的生活 回来香港开放 因为对神有期待 提醒牧师对神有期待 提醒牧师对神有期待 他不断操练听神的声音 他不断地操练对神的信心 你知道吗 原来他有一次 听到神跟他说 我要带你去香港 他有一次听到神跟他说 我要带你去香港 那时候还没有六一一 他香港一个人都不识 他在香港一个人也不认识 这个傻先知 就买了一张机票来香港 这个傻乎乎的先知 就买了一支机票来香港 在香港走了一圈 在香港走了一圈 果然原来这里是讲广东话的 果然这里是讲广东话的 他连这个都不知道 他连这个都不知道 然后灰溜溜地 因为一个人都不认识 在香港留了几天之后 就回到台湾了 然后在香港留了几天 就灰溜溜地回到台湾了 一回到台湾 有人介绍他认识张牧师 一回到台湾 就有人接受他认识张牧师 就是这样 他就跟着张牧师来香港 就这样他就跟着张牧师来香港 放下台湾的家人 放下台湾的一切 放下台湾的家人 放下台湾的一切 因为对神有期待 因为对神有期待 大家认不认识 Jackie Pullinger 大家有没有认识 Jackie Pullinger 城寨潘小姐 城寨潘小姐 一个在英国出身 长大金发蓝眼的 妙龄少女 当时 一个在英国长大的 金发蓝眼的 漂亮小姐 对神有期待 对神有期待 神带她来香港 神带她来香港 她是坐船来的 她是坐船来的 不是飞机 不是飞机 在海上很长的时间 才来到香港 是在海上很长的时间 才来到香港 一来到香港 来到香港之后 神竟然感动她 带她进入九龙城寨 神竟然感动她 带她去到九龙城寨 我小时候去过九龙城寨 我小时候去过九龙城寨 我一个男孩子 进去都吓得 立即走回来 我一个男孩子进去 就吓得我马上跑出来 里面全部都是毒贩 妓女 黑社会 里面全部是毒贩 妓女 黑社会 因为警察都不能进去 因为警察都不能进去 哪有人执法 哪里有人去执法 她一个妙龄少女 竟然开一间教会 在里面 她一个妙龄少女 竟然开一间教会 在里面 只有她一个 只有她一个人 后来城寨的人 叫她的教会 有一个爱好给她 后来城寨里面的人 给她教会一个外号 那个地方叫做摩域桃园 那个地方叫做摩域桃园 很多吸毒的人 在那里经历耶稣 悔改 解毒 很多的那些毒贩 在那里经历耶稣 黑社会重新做人 黑社会重新做人 很多这些吸毒的人 后来成为她的同工 很多这些吸毒的人 成为她的同工 神学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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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牧师 做牧师 因为她对神有期待 因为她对神有期待 因为她们的信仰 活泼有能力 因为她们的信仰 是活泼有能力 她们拒绝做老油条 她们拒绝做老油条 拒绝法利赛人的孝 拒绝法利赛人的孝 她们的生命 显出神的荣耀 他们的生命 显出神的荣耀 显出神的真实 显出神的真实 今天神都在这儿 问我们每一个 今天神也在这里 问我们每一个人 你对神有期待吗 你对神有期待吗 神对你非常地有期待吗 神对你非常地有期待 让我们一起来 回应神给我们的期待 让我们一起来 回应神给我们的期待 好吗 我们一同希腊 好吧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一起用敬拜 来都回应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用敬拜 来回应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用敬拜 带我飞升你 提升我眼光 你说一声很力量 但与你飞翔 带我飞升你 带我飞升你 冲破着黑暗 不再被蒙蔽 拒绝被关门 带我飞升你 提升我眼光 你说一声很力量 但与你飞翔 丁姐妹 今天牧师来提醒我们 要防备法理赛人脑油条的笑 这个笑是不是不知不觉 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可能我们信主已经一段的年日 可能我们信主有一段的年日 慢慢慢慢的 好像这个翻教会是一个模式 一个责观 好像回家会就是一个模式 一个习惯 这个信仰可能慢慢都变成僵化 这个信仰也慢慢的变成僵化 好不好我们先来一起低头安静 好吧我们一起低头来安静 究竟我是不是一个愿意成长的人呢 究竟我是不是一个愿意成长的人呢 究竟我的生命是不是还很有弹性 是可以被调教的呢 究竟我的生命是不是还有弹性 能够被调教呢 还是其实我们都只是一些的外表功夫 还是只是我们这些表面功夫 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真的好像火炼的金子一样 我们是不是真的好像火炼的金子一样 不会被烧坏 不会被烧坏 神今天再一次提醒我们 神今天再一次来提醒我们 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愿这一节经文来帮助我们 不要做一个外表的基督徒 不要做一个外表的基督徒 要做一个心里面真正敬拜神的基督徒 要做一个心里真正敬拜神的基督徒 我们可以反省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我们有没有改变呢 我们反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有没有改变呢 在新月611的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生命有没有被调教呢 在回新瑞611这段时间 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调教呢 到每个礼拜回来听讲道 每个星期回来听讲道 再离开这个地方 神的话语有没有继续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功效呢 神的话语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继续地发挥功效呢 还是每个礼拜好像回来又回来 但是这些话语好像跟我们没关系一样 或者是每个星期我们有回来 但是这些话语和我们没关系一样的 我们有大大的为神来大发热心吗 我们有没有大大的来为神大发热心呢 如果你知道这一刻 这个酵都在你的里面 如果你知道这一刻 这个酵都在你的里面 我们就低头来先向神来认罪祷告 我们就低头来向神来认罪祷告 求神来帮助我们 落去这些酵 落去这些酵 帮助我们 再一次对神有期待 再一次对神有期待 求神的圣灵再一次来 要灌在我们的里面 求神的圣灵再一次来浇灌在我们的里面 神的话语要在我们的里面发生功效 神的话语要在我们的里面发生功效 不只要不只是在我们的头脑上面 不单只是在我们的头脑上面 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基督的兴向的气息 愿我们的生命能活出基督的心向的气息 开声来为自己祷告 开声来为自己祷告 开声为自己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愿我们的生命再一次要有弹性 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要有弹性 让我们不只是光做外表 让我们不只是外表上的 不是只是仪式地每个礼拜回来崇拜 不是只是仪式上面每个星期回来崇拜 让我们的生命带下神的能力 让我们的生命带下神的能力 要见到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 要见到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一起手按住心上面 为自己的生命来祷告 为自己的生命来祷告 一个活泼的生命要在我们的里面 这个活泼的生命要在我们的里面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不要不冷不热 要做一个火热的基督徒 要做一个火热的基督徒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期待神能够使用我们 期待神能够使用我们 期待神给我们见到有更多的神迹 期待神让我们见到更多的神迹 帮助我们 更加明白神的心意 更加明白神的心意 在末后的世代 在末后的世代 让我们参与在神的事工的上面 让我们能够参与在神的事工上面 我们不是在追求属世属地的事情 那我们不是在追求属世属地的事情 我们更加要追求属天的事情 求神将我们的眼约给过我们 求神将他的眼光给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看得见属灵的事物 让我们能看见属灵的事 求神你帮助我们 求神你来帮助我们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 是能够对得起主的 是能够对得起主的 经过试炼的时候 都仍然能够呃立不倒 经过试炼的时候 就仍然屹立不倒 开声为自己来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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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装在你的新酒和新油 能够装在你的新酒和新油 祝你知道你对我们有更大的期待 所以我们知道你对我们有更大的期待 求你就来提升我们 求主人继续提升我们 帮助我们 祝让我们飞更高的位置 祝让我们飞更高的位置 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更大的提升 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更大的提升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相信你的生命就在我们当中 相信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 充满在我们当中 充满在我们当中 帮助你 除去我们里面的僵化 除去我们里面的僵化 除去我们里面一切法利赛人的孝 除去我们里面一切法利赛人的孝 让我们对神有期待 让我们对神有期待 让我们对神有活泼的信心 让我们对神有活泼的信心 神就要大大的使用你 神就要大大的使用你 让你成为祂荣耀的见证 让你成为祂荣耀的见证 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喜乐要大大的充满你 喜乐要大大的充满你 你的神与你同在 你的神与你同在 圣灵引导你 圣灵引导你 让你的家满有喜乐满有能力 让你的家满有喜乐满有能力 你无论去到哪里 都在那个地方作光明之子 你无论去到哪里 你都在那个地方作光明之子 将神的真光带下 将神的真光带下 将神的荣耀同在带下 将神的荣耀同在带下 神就要祝福你居上不居下 作手不作美 神就要祝福你居上不居下 作手不作为 愿神的恩典 这样大大的与你同在 愿神的恩典大大的与你同在 听我们祷告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将最大的掌声 规避着耶稣 我们的耶稣 我们今天的崇拜 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我们的崇拜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需要祷告福祉的 弟兄姊妹可以来到台前 需要祷告福祉的弟兄姐妹 可以来到台前 大家看着的是 新瑞611灵良堂 You are now watching NewCrop 611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如果你又感动 用奉献支持我们教会 If you want to support our church through offering 欢迎你将奉献 直接传入中国银行户口 Please send your offering directly to our Bank of China account 支票抬头是 新瑞611灵良堂有限公司 The beneficent name for the check The beneficent name for the check